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星期六晚的直播 九位了 大家没见到两个星期了 不过不要紧 我们都有平时的节目 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直播 首先试一下声音是否可以 试好声音是否可以 就来到直播了 大家好 在直播和大家见面 有些朋友不知道的话 当我们没有直播的时候就是录播的 其实你在YouTube的账号 你会找到这个视频录播片和直播 可以给你选择 选择来看 如果中文来说一个就写着影片 一个写直播 有空就在你的台上设计多些 找到很多好看的就点击来看 有时候都不用你订不更新 因为什么时候都没有听 接着我们就先讲讲今天的话题 首先就要讲讲今天的主题 其实在我出发到新疆的时候 就是一款游戏爆红的 这款游戏很多跟我一起去玩的朋友 都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在全球火爆 这款游戏大家都听过 就是黑神玩悟空的游戏 究竟黑神玩悟空的消息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在全球火爆 另外就是在火爆的时间 也有在韩国那边说到 西游记是韩国的 孙悟空姓金 孙悟空本人 其实是一只猴子 正常来说 都是韩国人 是呀 花果山就位于长白山 附近的大人 不是责招 责心城 不过长白山都不是韩国的 也对 是呀 是呀 我们也去过 以及接下来十一月 我们也会去长白山 所以来说 这个消息就是笑死人 我们稍后也会说一下 究竟黑神玩悟空 其实是 不打也不要紧 不打这个机器 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就可以了 是吧 其实它是一个改编了的西游记 简单来说 究竟它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我们稍后当讲故事 去了解一下 黑神玩悟空 其实等同于 好像西游记的续集 你当是 是的 就算不打游戏机 我们新潮民观众 想告诉大家 在游戏 和你当歌影视娱乐的世界 现在这个 这个是中国制造 完全中国制造 扬威了海外的一个作品 使得西人 都倾慕中国的文化 也带起了中国的传统 令到他们纷纷都追索 这个 传统的西游记 那个小说 想拿的英文版来看 想去亲身去看里面的景点 而甚至变成了外交的战略 外交部都出声支持这个游戏 因为连台省那里 喜欢这个作品 台省的人 那些年轻人 都纷纷追捧 甚至在这个游戏这么过瘾的底下 骂 骂台省陆营 你看看中国都做到 这么优质的产品 你这一刻说什么台积电 还在那里 是啊 真的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们 我回到来 其实在旅程的时候 已经和自己说 一定要去说这件事 稍后就慢慢说 还有的就是 其他的新闻 其他的新闻就有 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前两天的 就是关于这个屠龙小队案 七名被告里面 六名无罪释放 这件事可以说到是 光天快日底下 香港开埠以来这么久 都可以说是 最离谱的判决 我自己觉得 八决飞伤 是啊 那我们转头 会讲一下这件事 一定要讲 然后就到 另外的一些新闻 包括到 就有 最近 中国空军 就竟然出现在埃及上面 是出现在埃及的金字塔 那这一幕呢 大家是想象不得到的 因为埃及离我们中国 那么遥远 竟然出现有中国的军机 就在这些 通常我们叫做 在荷里活取景的现场上面 就有中国的军机和金字塔 来到同框 在这里出现 转头回来 我们就来说一下 为什么中国空军 会出现在埃及 为什么会和金字塔合影 那我们也会说一下 这件事都很有意义的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闻 包括到 现在呢 在美国来说 就常常都说 美国制造 美国重返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尤其这个芯片的业务 就是他们最紧张的 台积电又被迫 要去到这个 美国那些设厂 三星那些又走不掉 但是与此同时呢 一个传统的芯片制造商 我们都知道的了 就是这个英特尔 现在呢 他就说到 是成立56年以来 最困难的时刻 那么究竟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 还有啊 会不会关 这个美国的政治影响事呢 因为呢 在政治影响下呢 英特尔都不可以接 那么多来自于 中国的生意和订单 其实呢 亦都催化了它 加速死亡 那么这个 作为曾经全球最大的 就是 芯片制造商 竟然呢 落得如斯下场 那么我们转头呢 就会看看这件事 还有的就是 包括到其余的 一些 军事内容的新闻 第一 在我在新疆的时间呢 就看到一件事 都挺震撼的 就是呢 解放军 的军艦上面呢 就部署了一种 神秘的 半球体物体 半球体装置 这个呢 都可以很肯定 是一个激光装置 嗯 是的 那么解放军的军艦 部署这个激光武器 其实是第一次的 那么当然了 之前呢 就有一些报道呢 就说 都有的 但是其实那些呢 都是属于 如果是的话 都不是属于一些 所谓的 硬杀伤激光武器来的 那么这一款呢 部署在我们的 综合的两栖登陆艦里面呢 看来呢 是一个 大功率的激光武器来的 那么从来来说呢 就只有 好像说到呢 美军才会装备这些东西的 那么其实美军那个 都是测试的 就不是正式 来到去装备的 那么究竟解放军今次 这些装置的这个 半球体的激光装置 它有多厉害呢 我们稍后也会说一下 还有的就是呢 在上一集的直播里面呢 虽然都过几星期前了 我们就环点过究竟 美军呢 他装备一艘驱逐舰 即是他的神盾级驱逐舰 如果要填满他的武器 就是refill 他的武器的话呢 那时候我们帮他计算了 就是要4亿美元的 那么就装满他的弹药 不计他的蓝席有多贵 只是装满他的弹药而已 每次重新补充他的弹药 要成4亿美元那么贵的 那么好了 如果这样与之对比的话 我们中国的军备 又是怎样的呢 他的造价 那么我们今天也会说一下 排名前12的 这个武器排行榜 最贵的是多少钱 是什么装备来的 来到对比一下美国那些东西 你会发现到 其实我们的武器 其实是便宜得多的 但是质量 一点都不会被他输蝕 那么在直播开始之前 就来做一点点呼吁 现在新潮民在10月中 即在秋季的时间 所搞到的期间限定 南疆的金秋湖羊木秋季之旅 其实只剩下几个位置 就是报名速度很快 这四至五个位置大概只剩下 那么快点 快点 你报上去吧 因为 应该今晚之后 即我们说完今晚之后 就没有了 所以你真的 尽快 是的 因为如果你再想去一次南疆的 看金秋湖羊木 你要等下年 下年的秋季的了 哎呀 这个之前忘记得说 不过也报得这么快 朋友们都知道的 是的 因为知道只有十几天 要把握这个时间 因为10月就是最后去新疆的旅行开放 南疆的 北疆没有了 10月 9月就最后 那南疆就把握这个 看秋季胡扬的最后机会 还有只有中国的山漠才有 其余那些山漠都没有金秋胡扬看 是的 要不然就只看新潮云 都有一绿胡扬给大家看 一绿 这绿都一千多年了 但他不会生业的了 那么9月17号就是中秋节 那么我们新潮云 我还没说过报名电话 是的 最后报这几个位置 你就要WhatsApp过去 加852 68287447 就是WhatsApp 那就联络潘小姐就报名了 68287447 还有几个位置 还有四个位置 最多一个位置 五个位置 必多一个最多 就是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我就坐最后面的位置 你就站在车里跟人家说话 是的 好了 9月17号就是中秋节 9月17号如果在香港和家人团联的朋友们 那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东西 是我们密室了很久的 我们密室了一间 这个信誉超注 而且用料上升 而且价钱公道 是各大饮食集团都会用的一间海味供应商 而且呢 亦都是我们新潮民为大家搞的 食神礼工晚宴 就是在旁边的 就是食神大龙师傅都用的一个海味供应商 它就是这个叫做百喜海味 那么就和他们一起搞了个盆菜给大家 而这个盆菜和有别于外面的盆菜不同 就是我们只将四味最贵的材料 每一盒六人盆菜都包含十二只南非二十头鲍鱼 还有六条南美海芯大大鹿 还有十五块花架 还有十五件日本大花菇 所以就称为四喜临门的一个六人盆菜 那么每一盒呢 我们借售价九百元而已 那外面很多盆菜呢 现在是说六人盆菜 一千二百八十八元 如果有大 如果那些集团是贵一些 或者有明星加持的那些 还在说一千三千四千五都有 但是我们只是卖九百元 我们和外面不同的就是 我们没有盆菜底的那些便宜 就是那些堆积鱼山那些 一般盆菜呢 就是面上那里有一堆贵料而已 有少少少鲍鱼 有少少少豪豉 或者有些干饶柱 我又不是 我们用漂亮的海味 只是做了一个四喜临门的盆菜给大家 九百元一盒 这个就是新潮云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 有兴趣的朋友 记住这个电话 六八零三十三三 六八零三十三 六八零三十三 联络我一定只可以用Whatsapp 来到去进行这个订货的事件 再说一次 只是Whatsapp 电话我听不到 因为成千上万个电话打进来 还有Whatsapp 一定要取消了自己 二十四小时消失信息的功能 因为呢 如果这样交易不了的 没有文字记录的话 再说一次 电话六八零三十三三 好 接着我们先说一些本地的消息 首先一定要说的就是 最近有一件事 看完之后 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是这个屠龙小队案 七名的被告 就放了六个 六个无罪释放我当庭 只有一个人 就来到罪成 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不如我们就讨论一下 当中的审讯是怎样的 所有人都知道 其实这七个人 基本上自己都认了 他们是主缘 他们自己都认了是有这样的行为 还有呢 在他们的周长计划里面 其实都已经和盘托出 基本上人证物证 所有东西都齐了 爆品 那些工具 全部都找到了 是的 有物证 你刚才说的 做事用的工具 那些爆品 那些工具 全部都有的 计划 收场 全部都有了 还有人证 还有人证 有两个污点证人 是的 当然他有很多的说法 例如说 某些所谓的污点证人 只是被逼 被逼 因为他们想脱罪 所以你误我 我误你 没有这些东西 这样说 然后有些辩护律师 又可以说 你看看 当中有些人 在这个案件审讯的期间 是可以保释的 他都没有离开香港 那就证明他是清白的 哇 这样也说得出 是的 然后还有一些 就说到 那些借口 真的很过分 有一个辩护律师 就说 当中有一些被告 是受到警员的盘问 这些盘问当中 是涉及到 不单止威嚇 还有打 即是打人 用水 是的 这样说 其实这些等同诽谤 你这样说 正如说到 剧情 即是警员用的方法 就好像 旅乐年代 是的 旅乐转做的事情 一模一样 我自己看回 会这样似的桥段 喂 你辩护还辩护 但是 你现在说的 是不实的话 其实是可以 可以反告你 是的 即是有没有呢 还有 你要知道 我当 现在这件事 就是说 在国安法未成立之前 就已经是用普通法 来到去告他们 嗯 他们说 这些案件 是不涉及国安法的 更加不要说23条 对不对 普通法 也有动乱罪 是的 很简单 你看回 现在就知道 所有东西都清醒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过几星期之前 在英国那里 都在发生差不多的事情 当然 英国那些程度 完全比不上19年 那你看看他们怎么做 其中一样 今次的案件里面 最关键的 为什么可以导致到 七个人里面 有六个人没有罪 就是这个陪审团 是的 有陪审团 制度 是的 这个陪审团的制度 在英国那边 如果处理同一类的案件 是没有陪审团的 别人说得明白了 不公平 因为英国那里 就是以这个公共秩序 或者内部安全 或者国家安全 那就没有陪审团 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现在这些班 就不是国安 是的 谁不知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实为什么有陪审团制度 当初来说 就是想着初冲 就是提高公平性 嗯 尤其陪审团 涉及到那些案件 通常都是大案 是 我们俗称为 或者是那些严重案件 那就有陪审团制度 但是有一件事 你需要知道 陪审团 一定要和案件本身 是没有利益冲突的 是的 没有压力的 那好了 你要看这件案件 是这个 当年19年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基本上 可以涉及到大范围的政治事件 涉及到政见 肯定的 这个就是 当然了 你说法庭那里 都没有与时并进 还可以说 不要将这些案件 加入政治 但是 这件事根本就是政治 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件政治案件 怎样不加入政治 难道他们无聊 无事做 为理念 是的 无端竟去说 涂龙 其实涂龙这个意思就是 当然了 有一个律师也这么说 挺搞笑的 有个辩护律师说 涂龙的图字 不代表居有的意思 这样说 这个字可以代表 不一定是将他个人离去的 这个字还有什么字 有什么解释 他说 将他打都可以 即是打人 或者打他一身都可以 那也叫做涂 那涂龙的 那涂龙的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猪 那些人 是呀 那些猪场是打的 不是鞠 其实 他的中文程度 当然了 审理案件 以英文为主 但是这些 直接不是说 中文好不好 直接是没有常识的 涂这个字 我告诉你 这个辩护律师 其实应该将他们 抹下 以作记录 有些这么低质的律师都有 涂这个字 不单是代表 嘅的意思 还要是代表 大规模的嘅 先用涂这个字 即是哪个涂字呢 就是有心 但是无力 拿鸡也无力 就是涂才子的涂 那个涂子 就只有死人声 那个是涂走的涂 涂解涂走的涂 涂解涂走的涂 涂解只有声 虽然我们在现在 在笑笑口的说 但其实这种笑是大有无奈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当然你第一眼看到 这宗新闻就很生气 但是你没有办法 对吧 就是作为这些 就是讲证那句 我们都是一些小市民 而已 你没得跟他们斗 因为责任 第一不在于我们 我们拿出来说 其实都是无险的 因为我们都开了 走不脱的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阵营 有个前辈就说 喂 我们尤其是 站出来说话这些 一定要做到百毒不侵 无孔不入 即是一定要滴水不流 不是无孔不入 就是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稍微 我们一定不会做这些犯法事 但是可能在财政上面 或者在一些注册 事项上面 可能有少少问题 几大部门一起来 随便招呼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 有任何东西被人救病 其实不单止 我们出来说话的 不要说 扮不犯法 我们要做到 几个高的层面 直接是要在这个 道德层面上 是 就已经是做到滴水不流 好好规管自己 否则你有少少东西 当假设是 当假设是 你在街上 说话粗老一点都不行 这个是要严谨到这样的 因为他们一定会做你的 做你的新闻 部门一定做我们 或者新闻上都会做你 但是你看回他们 你看看他们 是 连一个这么周长的计划 都计算了 人证物证 所有的工具都齐全 可以什么事都没有 是 看看陪审团 看看各位 陪审团 陪审团资料都有 是 看来看大比数 不通过 浪大 我们继续说陪审团 其实这件事 懂不懂而有陪审团 因为我们所说到 这件事是一大大范围的政治事件 以当时19年甚至乎延伸到现在来说 都是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两种颜色 对不对 你怎能够保证到这些陪审团 是没有政治的取态 连汤渣华都说保证不到 是的 根本是很常理就会想到 我们尝试说得法律一点 或者叫做基础一点 不要用那个叫做愤怒的层面去说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 你怎能够保证这些 你找回来的陪审团 是没有政治取态 这件事涉及到的是 当年19年 很多人都有政治取态 可以说到全香港 虽然是非正式统计 七百多万人里面 我相信起码有五百万人 有不同的政治取态 那已经是不适合 在大范围抽样 抽一些陪审团出来 作出这宗案件的决策 是 关键性决策 就这下你已经不合格了 是不是 其实得不到个中肯 在基础范围上 你做不到 已经不需要再说任何东西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跟我说 那些 哎呀 其实你又不是很懂法律 法律呢 还要什么 不要说这些了 你说这些的时间 你看看英国如何 是啊 你私承英国的 香港的法律 是不是 现在又跟不着 是啊 你看看英国人那边 怎么说 招报是晚审 是啊 说不说法律 懂不懂法律 不是我的范围 我又不是做这一行 对吧 要改革法律要成的 是你们的责任 是你们法律界的责任 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市民就只会评论 究竟这个东西是否公平 现在看上去就完全不公平了 究竟怎么改革呢 就要拿回司法教去搞了 这些东西是在高院審的 嗯 根据这两年来 两三年来的惯例 就是不断地浪费公帑 高院就有一个 高院出了名 就古灵精怪的 老实说真的 那就等最终法院 那就等这个律政司再降收 是的 再去最终法院 最终法院的时候 就 接着又起来拖回年龄 不过这么说 那些人都走光了 是的 这个就是重点 是的 让我也撇 是的 现在他当庭就 没有事释放 少少口 7个人里面 6个人 串谋搅有罪 你看看 第一项 串谋搅有罪 6名被告 7名 没有告这宗罪 6个里面 9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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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1 9比0 还有 是人都知道 19年的时候 那些人被拘捕 那些涉及大案 那些黄友都知道 一定有陪审团玩的 是 所以那时候 他们已经说 集体申请去做陪审团 嗯 难道你收不到封 这些事情 法庭当看不到 有这些新闻 已经是在搞乱了陪审团的系统 怎可以不当政治事件 这些事情有记录 对 人家说得明白 对 说得明白 还是 又看不到 所以你根本就是 你这些是 有心为之 对 我不知道有心为之 对 对 当然了 我们说这句话 就是 就是 不是说一定 你们兇 现在 你观置两把口 对吧 对吧 我们这些星斗小市民 一定是 对 不够斗的 是的 但是呢 不如这样说 如果你说 这宗案已经发生了 发生了 发生了 那么 你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补救 当然了 我还没见到 有任何人 在这几年 除了阿爷帮我们立法 是 23条 或者是国安法之外 基本上 我看不到 香港有 相关的人士 就是不要说没有 一两个 只有他一两个 大部分 即使是所谓 建制也好 现在爱国者治港也好 根本都没有做过事情 基本上来说 是的 有没有一些提议呢 提议都看不到 直接是 例如是什么 我们其实随后说 都说了两样 对吧 假设 未来 我们知道现在流动 都挺大 其实呢 法官 就是我们经常说 香港就 所谓什么三权分立 是不是 就是行政 和这个 行政司法 立法 三头马车 我们不要叫他做 一定是三权分立 因为没有可能 真正做到完全 美国都不是三权分立 大法官全部都是委任 委任 委任 特朗普委任 最流行的时候都说 分什么立 其实呢 其实呢 为什么人家西方世界 表面一套 做另外一套 是有原因的 既然 你香港 要当是 玩他们那套游戏 麻烦你 跟着一点 或者玩得精 一点 不要抄了 别人表面那套 底那套 精髓做不到 是的 精髓精华 好像现在英国 那套 发生的事 他们有事的时间 他们怎样做事 人家做到 雷厉风行 即是他都根本 不会给时间 那些传媒去播 总之我今天 就拘捕了 晚上就審了 之后立刻判判完 就去坐了 拘捕了 坐了 你就由得你的传媒慢慢说 之后 这么速判 那究竟 现在有些什么 我们可以做呢 我自己觉得 首先 法官作为一个 就是 官子 他也是一个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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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香港 整个体制里面的官员 其实 就不是说独立了出去 好像完全是 没有枉管 所以第一 法官当然要宣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适当的委任 和这个审查 什么审查 在资格上的审查 对了 除了 你发誓那些 讲真一句 简单说法誓 是生菜 是生菜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法誓生菜 做过门面 好像我们之前报过 有个所谓公务员宣誓 然后去了台散那边 然后被人打回头 他也有发誓的 是的 但是他如果 违背了誓言 做了一些 有违 效忠香港的行为 那个定罪和流程 整个会加快一倍 是的 但是 我们要做到 前提是要有人做 是的 还有要被人发现了才行 或者发现了 真的要承认发现 任何人肯做事 是的 那如果你说 有一些暗藏的 是不是 在玩东西 又没有什么证据 那你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一个流程 或者一套系统 一套制度 是可以将这些有问题的 所谓的假法 我们叫它做 的假法 可以把它拔下来 是的 是的 还是你被它独立了 可以 喂你吹我不将的 你现在的 那个玩法就是 他们一群独立了 可以吹它不将的 这样的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 接下来 我不是说 只是指说 是審理国安法的法官 或者涉及到国安的法官 是全部法官 包括了 法官 就是还有级数的 是不是 跟着可能裁判院那些 就是低级一点点 那些 其实这些全部 严格来说 都是属于香港的官员 不单止是行政上面的官员 法庭的法官 包括裁判庭那些 所有的一系列 其实都是香港的官员的一部分 只要是香港的官员的一部分 就要接受规管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它有权力在手 而这个权力 是不小的 是可以 影响人一生 影响人一生 或者 将某一些 判决 重要的判决 是可以一锤定音的 这是实权 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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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能不能接受 规管 或者委任 或者是一些 比较长的 審查 而批出这个 这么有影响力的 所谓的官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 真的 还有陪审团制度 你自己考虑一下 有些事情 例如 有些国家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职业法官和陪审员 因为陪审员没有受过 专业的法律知识的训练 不要说一次过一刀过去取消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可以吗 他们的意见 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 是 作为一个参考 或者一个比较小的影响力 也可以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常理去想 不要说 懂不懂法律 法律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它的基本原理 应该是要 基于法律是服务人群的 而不是将法律 作为某一班人的工具 来凌鸡于一切 这个是我对法律的认知 好了 还有的就是 陪审团制度 我们刚才说某些国家 其实 他们也是取消了 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职业的法官 应该在那个判断 有能力去判断 是的 那宗案究竟成不成立 是的 他的职业性 会被陪审团优胜 当然陪审团 可能是一些重大的案件 或者什么 他可能会有他的作用 他的公平性 或者其余的东西 会比较好些 但是你要知道 一样东西就是 他们是不涉及到这宗案件 或者没有让这宗案件 在社会上所显生出来的影响性 可以影响到的 例如之前有陪审团的那宗案 第一宗案 我没有记错 有一宗案件 那时候很受争议 当然观众可以提醒我 因为这宗案件发生的时间 我还没有出生 就是这个 有一个是 戈人犯 是一宗科学监政 那宗案件 接着有陪审团 但是那时候 你要知道 那个人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犯案那个人 你要知道当时 他未定罪的时间 其实所有媒体都当他是有罪 嗯 那其实这个场合来说 我们不要理他 有没有犯法先 不知道这个 当然法庭判了他有罪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受到 这么大程度的媒体的影响 铺天盖地 譬如说 我们当 指导这条件 已经有罪了 所有媒体都说他有罪 嗯 那你想想 你找回来的陪审团 其实他已经被那个媒体影响了 他有一个假定 他有一个前撤 他已经觉得这个人是有罪的 那这件事如果再找陪审团去審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影响了那个判决了 因为陪审团已经被坊间媒体俗称洗脑了 是不是指贺那件事 唐家华做辩护 是的 陈汉唐 是的 是的 因为其实到现在都说自己是无故的 嗯 这样说的 但是当然了 他都坐完了 是不是 其实他有没有做 或者是不是这个人 我们到现在这一刻 审死官 俗称为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这个 陪审团制度 是很有问题的一件事 那 要去到 就是想一想 当然你现在这宗案件人神共愤了 看到就 竟然出现在2024年8月 这个陪审团可以将这些证据确作 人证物证拘载的 前提底下 的前提底下的案件 还有金手指 都可以说是无罪的 接纳那些所谓辩方律师 那些无厘头的辩解理由 都可以说是无事的 他就突显 他就突显 这一场就是我们V硬的 因为我们主场的那些黄人 所以胡说都可以了 那些律师不用做功课了 今天不用做功课 上次胡说可以了 那些工具 那些爆品 难道不是想着鸡 想着放烟花 是的 可以啊 他们都是类似说这些 收藏 总之这场我们是V硬的了 接着就等DOJ那边 上诉去中心法院 你们快点拿了passport 就闪了 给我是那些小伙子 前两天放了出来 那一刻我马上买机票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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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知道今天会放出来 上个月已经买好 会不会便宜些 在高院拖定行李箱走的 对了 因为他妈妈又定行李箱 他扮设施拖着行李箱 但他其实是走路的 转头上飞机 对了 那案件内容呢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这些比较沉 我相信大家知道这宗案 大概是怎样的 同期有另一件事 我说一点 两句很快 就是这个 七年零四个月 都算是动乱以来 数一数二重的了 那这个是什么呢 钟雪盈 他就 有一个他的手足 这班就 不仅是屠龙小队 这班甚至是以前 16年梁天琦那些 那条分支 下面那些人来的 有一个姓 他就喜欢了其中一个 梁天琦的徒弟 嗯 那就跟他 然后这位钟雪盈呢 就帮人看着人家的仓 而仓里面呢 就有工具 嗯 就有长的炮 连续发射的 还有这个莲子 那就断正了 他呢 在2020年的时候 是还没进去的 那么他 大概2020年中 他才判了进去 那么 自此之后呢 他就没有来新潮民留言 哈哈哈哈 之前 之前呢 还有留言的 你不说 但他不是留言 他就是说 那些那些 动乱分子 有些呢 就自己走去跳的 是 懒是大人大人 那些 就说要有良知 那些 那他又没有留言 侮辱我们的 还赞过我和佳姐英俊 不过另一只四眼龟 就没有赞他 那么 难些呢 这个数是数而重的 不过如果你计2020年中 坐到现在 扣起假期 即是 差不多了 坐到年多就出来了 其实就是差不多有出来了 这些就是典型的 被小白骑骗了下去 火坑的人 他是这么说 他说如果我最错 就是爱错 这个人 他就搬出这个理由 希望减刑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成理由 即是年多之后 他会不会再来 我们的留言呢 重点就是这个 七年零四个月 算是 在他们的界别 搞事分子 来数一数 但是有另一个人 也是超过判了七年 拿着一只藤条 一只藤条 刚才有网上说 还要没必人 拿着藤条 还判得比拿着炮 你知道吗 网上怎么说 猜不猜不到 原来 这个十种兵器之手 最强的藤条 是 就简单来说 拿着藤条 就一定比拿着真家餐和爆品 是的 爆品 接着就说到 你扣这个着火玻璃瓶 就比扣垃圾 都是扣垃圾 现在都罚了很多 1500至2000 是的 罚2000 是的 但是你拿着火玻璃瓶 不用罚钱 扔完之后 那这些就是香港司法 那你说需要不需要改革呢 那你自己想吧 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做的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只是来到路见不平去说 这些东西本应是议员做的 不过他们又不做 大家看到的 他们比我们更加不说 更加不做 除了韩律师之外 是的 大部分都是 哎 就是很失望 一句说完 很失望 是的 至于他们有什么正职 要做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老实实 那要这么多 议员来做什么呢 那好了 我们说下一件 因为这件事越说越生气 就不再说了 影响情绪 影响情绪 只不过是说奉劝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班人已经放出来 那你说有一天 原来发现新潮民说他们 然后呢 到我们在外地的时候 哎 找他们报仇先 嗯 嗯 也可以的 他有洞路了 喂大哥 多难拿那些工具 拿那些爆品 在香港全部买到的 还有几件 是去过台湾 受过军份 是的 虽然 我可以很肯定和他说 你那件台湾受过军份 那件 你够胆就和我单挑 是的 没什么的 你确实重磅过我的 又高大过我的 我真的一点都没害怕过 不过 当然如果他拿了工具 当然了 所以我们也要去 进入一些工具 要出外的话 例如我们去航展 找些东西来采购一下 是的 稍后说吧 因为稍后说军备 我以为你现在说 是的 好了 那我们就说下一件 是 这件事都很值得留意的 就是 我们解放军 最近就被人拍到 一个神秘的装置 就出现在我们的蓝席上面 这件事我看到很开心 因为是一个突破 这个半圆球的装置 虽然大家不看得很清楚 但是 这个半圆球装置 其实它是懂得打开的 就是一个罩来的 简单来说 它只是一个罩 凹着一件东西 一打开这个罩的时候 其实 都可以九成多肯定的了 就是一个激光武器装置 来的 那这件事 其实 为什麽这麽弱时代呢 就是因为 我们解放军的蓝席 首次部署 雙等类型的武器 还要是 这麽肯定地 装了这个激光装置 那现在来说 这个激光装置 我相信是测试阶段当中 有人就会说 激光武器有了很久 为什麽你这麽激动 那麽开心呢 其实我想说 就是因为 激光武器 是有了很久 但是 一些比较大功率的 激光武器 其实都不多 很少 那我们大概说一下 其实激光武器的功率 如果 你要有效地来到 在比较远一点的距离 打击到一些 类似 现在很流行的 一些自我搞定式 无人机 不是说大疆那些 是说那些 真是军用的 整个飞机形状那样的 那些 自杀式的无人机 等同 半支巡航导弹 或者是要在 比较远距离一点 来到去击落一些 导弹 的话 你是需要配备一些 比较大功率的激光武器 那大概的功率去到多少呢 大概你要上去至少 三百多千瓦 这个级数 现在来说 是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 是实践部署 同等功率的激光武器 是美国也没有的 先说明 有人就会说 不是啊 美国好像几年前 已经拍到 在它的驱逐艦上面 有激光武器 其实那个 都是测试的 你看到现在 大范围的范围里面 根本就没有 美国的驱逐艦 或者军舰 是装有激光武器 只不过是 那一两艘测试艦 装了一个 大概呢 它的功率范围是 150千瓦 至到二百多千瓦 之间的 一个激光测试武器 现在几年过后 都没有了拍摄的 也没有什么 有大规模 来到裂装 是不是 测试失败呢 还是还是 还未够成熟呢 那好了 如果我们要看这件事 还有一个原机 我们转一转 那张图 括住了那一图 今次这个激光武器 可以看到 是装备在 071型的 两栖登陆栏上面 它的身形很大 那为什么要找一架 那么大架的栏 来首先装上去呢 是不是因为能源的问题呢 没错了 其实因为这个 一定是一个功率大的 激光武器 它的用电需求是很高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将 这个武器系统 装在一架 刚才那架 那么大架的栏上面 来说呢 是会比较稳妥 稳妥一点的 作为 头段测试的时间 分分钟去实装的 即是实际装备的 不是测试那么简单的 是列装在 这个灯录栏上面 可能测试已经在另外一边测试完了 通常我们 中国做事呢 没有什么把握 都不会真的在放在一架栏上的 不像那些 那些什么阿三那些 摆完又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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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说呢 现在都是两体 究竟它是测试 还是实装呢 都很难说 嗯 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呢 这个激光武器功率一定大 如果不需要放在一架 那么大的栏上面 可以射到多远呢 这些 这些呢 以前小时候打机的时候 地图炮呢 就是大概的概念 一枝激光就飞过去 是的 激光这件事呢 在影视作品 在我们的游戏作品 已经出现了很久了 是的 但是呢 真正可以做到 能够打到 我相信呢 起码都要 十几二十公里以外 甚至乎三十公里左右 这样的这些激光武器 还可以摧毁一些大型目标 不是小型目标 因为呢 有人都很狡猾的 例如 你又知道我这些自我搞点式无人机 可以用激光激落的时间呢 我特意将自我搞点式无人机 那个壳 就飞过来 特意加固它 加固 是的 那你就烧不穿我那个壳 你的激光武器就做不到 所以我们的激光武器 一定要功率够大 嗯 即使是它加固了 它的导弹也好 或者是那个无人机的外壳 都好 我的功率一定要足以 在几十 或者十几二十公里外 都可以烧穿它 嗯 因为现在它打的一件事 就是呢 其实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无人机大国 很清楚一点 既然我可以用这么便宜的成本 去生产这些自我搞点式无人机 我一定很清楚的原理就是 对方呢 是会打消耗战的 是 我这么便宜的成本 派出大量的自我搞点式的无人机也好 巡航导弹也好 来消耗你 刚才我们上一集 虽然两个星期前 都说过 美军一支防空导弹 还贵过我住那层楼的 的几倍 是的 的时间 人家打消耗战一定会输的 是 对吧 所以激光武器 是很急的 因为现在的战术已经出来了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无人机大国 其实很清楚这个战术怎么玩 既然我们有一支这样的矛 没有理由没有那个盾 对吧 如果对方这样对付我们的时间 虽然那些无人机大部分都是 就是说真的 我们中国如果捏住它的出口 它都应该不会那么便宜得到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准备 既然我们的激光武器 打了这个登陆栏 其实很明显的了 第一就是贪欺它的新版够大 第二 为什么要放这个登陆栏 就是因为对岸 经常说要访下乌克兰 经常说 我们看完俄乌打仗 现在很明白了 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比较便宜的成本 去和中国打消耗战 其实我是傻的 你都 中国才是最强的消耗战的国家 不是 其实说访下乌克兰 乌克兰是想像 司机的老婆那样 买跑车 在外面置下物业的 又很好笑 有个台湾的时评 当然是支持祖国统一 那些 他们说 买了很多美国的军备 但美国还没有拿过来 给了钱 但没有军备 对 因为 虽然我们说过美国的导弹 防空导弹很贵 但其实中国的也不便宜 当然 比起他们来说 性价比高很多 是的 性价比高很多 便宜很多 但也不是路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 新型 好像我们现在 发射一枝激光束 一束束 它的拦截成本 只是几元 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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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5-6元 或者7元 就是几度电 对 几度电 你想想 我一个 当我的穿越机 我开的 起码都二三百元 对吧 如果我用几元的成本 拦截你二三百元 我就赢了你 现在也刚刚研发 还要用某些柴油 发电 以后 如果太阳能电板越来越厉害 你知道我们多厉害 分分钟 没有成本 那几度电 不用钱 其实造成到 为什麽 现时为止 即未在激光武器出现之前 我们现在中国研发的 激光武器 最高的输出功率 大概是110千瓦左右 现在一举升到300 左右 那为什麽说 那些千瓦数不能上升 其实就不是说 好像我们那些家电用电 不能上升 其实是受制于几个原因 我之前有些节目都说过 第一就是 如果你的激光速连续发射的话 那个散热的问题 要解决第一 第二就是 你那个激光是瞬间的把那些电 一下子弄出来 对于那个柱电的电容 那个要求很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 一个是草电的问题 一个是散热的问题 还有当然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实战的问题 这个激光速连 能够真的能够 打出去 能够摧毁对方的问题 这三大问题里面 其实一直都困扰着美国 为什麽美国在几年前 其实在2022年 他们已经装备一些 所谓什么 太阳神 南载激光武器系统 就在他的神盾级驱逐栏上面 但为什麽到现在 都未能够普及呢 就是因为美国搞不定 当中这三大核心技术的问题 不能够实战化 嗯 就是那个难度 一个所在之处 再加上跌军工都未分好 即是怎样分钱法 即是临陵种种 我相信 是的 新的激光武器 即是新的这个 财务 贪腐的系统 又要发明了 未踏见好 可能他心想 或者好像我刚才所说 就算给他们 我们就大概十元人民币 就拦截 激光速一发的成本 就这么多了 就算被他打斧头 心想 十元美金 好吗 但是 这么仁慈吗 我想是十万美金 是的 但是 太假 即是没有肉食 简单来说 是的 平时他吃那些面粉 喂 大哥一百元都买不到 他说 救我多少 究竟我们想不想这个武器 我们可能没肉食了 可能之后 是不是 是很不容易的 你怎样 喂 你还有 一个这么强大的电力系统性 你要部署在一些流动装置上面 你不是大佬 耿焗 耿死了一个 是 摆在建筑物里面 对不对 还有 如果把这些 摆在车里面 不是蓝只 是车 就更加难 如果摆在车里面 就会很强 是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很肯定 说一句 论激光武器 谁领风骚 我相信都是中国 是领先于美国的 那我们尽管放长双眼看看 未来是否第一个实战部署 激光武器 在那些蓝只上面的国家 是中国 那如果来说 这些所谓的新型 那些消耗战的战术 对于我们的蓝只的威胁 就能够大大减低了 那好了 看完这单之后 就讲讲下一单 先讲讲一些军事 就是我们中国空军 就出现在埃及那边 那是什么事呢 那这张照片很难得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空军8日飞行表演队 就受埃及的邀请 来到出现在 在爱及最有象征性的金字塔上面 就来到合影 这一幕我相信 可能大家看荷里活电影 会见得多 就例如这个变形金刚 就出现在 我有一部电影叫Mummies 我忘记了中文是什么 导母迷 导母迷 导母迷城 一二三集 不过是螺旋机 螺旋机 这个变形金刚 就是外星机械人 变作飞机 然后就飞过 为什么中国的战机 会在爱及的上空出现呢 难道达成了什么协议和军援? 因为首先 其实出现在金字塔上面 有很多代表性 很有代表性 因为它有那种 叫做代表人类文明 那个象征性 然后再加上 配备自己的那些军机 或者是你想卖的那样东西 放在旁边 就很有效果 为什么今次中国空军 会出现在爱及这么远的地方呢 首先要说明先 今次我们八一飞行表演队 是直飞过去爱及那边的 直飞? 是的 行程很远 有多远 行程很远 这次跟我去新疆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飞去新疆就用了五个小时 由香港飞去新疆五个小时 大概要飞四千公里才到的 其实今次我们的军机 就是由新疆的机场那边出发的 是的 以解放军 或者以我们官方所说 就叫西部机场 通常它就不会说明是谁 一定的 这些军事机密 是的 依我估计 要是由乌鲁木齐那边飞去 但是如果你说得近些 就应该由我们南疆客十机场那边飞去 是的 去南疆跟我去的朋友 如果我们会去客十机场的 都会在那边飞回 我也有幸 是的 客十 你去过你都知道 在客十机场 虽然它是一个民用机场 但同一时间它也是一个军用机场 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军人很礼仰 给所有白人走先 但其实本身有个军事优先的 是的 他都没有用到 是的 值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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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 它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 所以我们要注意 千万不要贪得意 而在起飞的时间 未起飞之前 在一个机场外 别人都说明了 不准拍照 是不准拍照 是的 即是你不可以说 我好奇而已 我来旅游的 我当然要拍照 不行的 是的 因为飞机 一上飞机的时候 已经说明了 是的 如果我们从中国最西部的客十机场 飞过去埃及 其实大大话 你还要计算 因为现在在以色列 巴勒斯坦那边 就比较危险 那我们要兜一兜路 如果这样兜路的话 其实说真的 最少都要飞成五千公里 其实已经近了很多 即是我们在香港 飞去乌鲁木齐 又用了四千公里 在新疆那边 最少都要飞五千公里 才能够去到埃及 即使五千公里也好 其实已经近了很多 起码比起我们中国沿岸 例如北京、上海 或者在我们广州 这样计算 其实都近了很多 但是都要飞成五千公里才到的 这样来说 今次的殲10 殲10C 我们应该叫做 它是 连同一个运二十的运输机 其实是八一非人表演队 来的 就一起直飞 没有停过任何国家 就去到埃及的 好了 其实已经 这件事已经展示了两件事 第一 就是我们的 远程投送能力 已经有差不多了 随时随地 可以应某些国家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组织一次这样的飞行 过去 不论作战也好 部署也好 都能够随时走得了 而且根据这个新闻报道的资料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今次没有空中加油机 究竟他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空中加油的动作 我相信也有 五千多公里 其实现在是千多 殲10C 它有没有这么大的直行能力 如果打半油 如果这样计算 这个殲10C 如果所有的重型挂载点 都挂了这些富油箱 富油箱 因为它是直行 譬如当火油黑10C 去埃及开罗 去首都开罗 这样计算的话 五千公里 我不需要计算 回来那一转 就不通 直行一下去 这样来说 就不可以用 所谓的作战半径 去计算 因为作战半径 你计算 回程一下 是的 它是计算回程 还有计算 留在空中作战那一刻 通常就是 你的总行程的三分一 是的 头那一段就是去那一段 接着在空中作战 就是那三分二 班尼就是最后那三分一 那就除开三分地计算 但是这次不是作战 是我一个直行的 理论上来说 它的最大行程 挂满了三个负油箱 殲10C 应该可以飞到 41200公里左右 至3900公里 当然这个数字 我也不是知道很清楚 因为这些真的是机密 我们只可以 略数 去估计 是的 理论上 它应该不够 飞不到5000公里那么远 所以呢 所以它应该是做了一些空中加油的动作 还有呢 我刚才读的数据 可能是殲10初代版的数据 因为呢 现在我们换了国产发动机了 就省了油的 究竟在省了油的情况下 换了发动机了 能不能够飞到5000公里呢 其实一般来说都不会去到那么尽 就是你的行程 当你飞到5000公里 你不会用到尽 有些什么 可能 就是 天气不好啊 或者有些什么脱漏的时候 哇 你很紧急降落的了 是的 所以都可以很肯定的了 途中有混油20加油机 跟它去空中加油 不过是回来了 所以新闻报道里面 没有提及到这架空中加油机 那也是呢 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我们在5000公里外 说出发就出发了 说来到去呢 在这么远的地方 当啊 不要说去到那里 立刻作战 去到那个 我们受邀请的 向我们提出要求 要我们保护的国家 在他的机场部署 其实也是一个 远程投送我们的军力的一个象征 这个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呢 中国呢 并不是说有兴趣 好像美国那样 要搞全球霸权 但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的盟友 保护我们一带一路 完善的国家 我们必须都要有这个力量的 因为呢 人家 就是我们就应该这么说 我们就想着防守而已 是吧 但是人家想着进攻的嘛 进攻 我们必须要去到有自己的力量 保护自己的 好了 我们就继续说了 还有第二个象征 除了第一个象征 就是我们的远程投送能力 OK 能够部署到一些 埃及是非洲 你要知道 是非洲国家 我们的 军力范围 可以去到这里了 第二个象征就是 为何无端端要去埃及 先 无端端去埃及表演 是的 因什么解救呢 是的 我自己看 第一 其实有两点 第一就是 很有可能埃及方面 想买我们的军机 因为之前埃及 你要知道埃及 其实主要的装备 都是一些北弱的装备 来的 即是美国 还是什么 北弱 美式装备为主 是的 在他的空军 其实埃及空军不弱的 如果在世界排名来说 甚至乎 他有机会可以跟以色列练一练 在旁边 是的 其实在旁边 因为我们的袈裟 这件事都很清楚 是的 现在来说 埃及的主力 就是那些 F-16的战机 当然F-16战机 也分很多批次 以色列比J多 以色列是I 是的 而且 现在在埃及来说 他装备的F-16 有175架 就是那些F-16的CD型的战机 叫做新D 但是也是旧的 还有几十架 就是F-16最初代的 AB型的战机 即是现在乌克兰飞的 是的 当然F-16就被人神化了 还有就是比较新型的 埃及方面就有20架阵风战机 是的 还有 为数大概40架的米格29 那些前苏联制的米格战机 大概是他的机队的范围 顺带一提 其实埃及还装备 有我们中国制造的K8型教练机 很早已经有了 也是我们以前 其中一个出口王牌 就是几十年前 我们其实也有出口武器 但是我们出口那些 通常都是比较廉价 和所谓性价比最高的 这样 如果你说埃及对于中国的武器 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几十年前 都有一些教练机 我们叫做K8 这些教练机 这些喷射教练机 都有装备在埃及 而且据闻 还有一些出口版的 殲7截战机 都有在埃及复役役 现在都退了 但是埃及现在 有个问题存在 他之前和美国谈 既然以色列有些F35 隐形战机 我也要 我们也想有 你也知道以色列很凶 虽然在机队规模来说 就叫做 在表面数据看 都不叫做差 以色列的 但其实说真 看真些 放大镜 照清楚 那些咸 两样差半截 两样东西差半截 一截 加上很大件事 就跟美国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F35 但美国那方面 就觉得 埃及你不太听话 好像在政治表态上 你不太配合我 你不太进取 那不卖给他 那就好了 退而求其次 你不卖F35隐形战机 给我 不如将我那些F16的机队 升一升级 就像台省那样 台省其实装备的F16战机 未升级做F16G之前 其实跟埃及这些差不多 差不多 同等 但是 他帮台省升级 也不帮埃及升级 那埃及这方面 就觉得 喂 很不示威夷 对了 现在真的没有了面 唯有 就问法国买 阵风战机 但是呢 他装备的阵风战机 只有二十多架 因为很贵 一亿多两亿美元一架 是艺术品来的 法国出口的那些 是的 那变相呢 他根本不能够有效 跟以色列 如果万一 你也知道 他们打个仗 以前都 中东战争的时候 喂 如果这样的时间 以色列 要威胁 埃及 他们没有传出 对 质量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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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得说 是的 所以为什么殲10C飞过来呢 虽然 如果论价钱来说 殲10C大概只有 现在都贵的 即是不跟以前 现在我们出口的这些 殲10C的战机 起码 都五六千万美元一架 但是你这样算 我们当6千万美元的 这个殲10C 他比起 卖成一几两亿 就是我想 平均一架 阵风战机 应该都要1.8亿美元 喂 我三架 殲10C 顶你一架 阵风 对吧 你这条数很容易计 买一架阵风 你买三架 殲10C 但是一架 殲10C的空战能力 如果要论单挑 计 一点都不会被你阵风差 甚至乎我自己私人觉得 只打空战 殲10C应该赢阵风 因为还有我们所配备到 比较射程长的 匹匹15的 这个长程的空对空导弹 阵风是没有射得那么远的 说到雷达性能 我们比较联合 探测能力 和对付多目标的能力 只说打空对空作战 阵风是贵 贵在艺术成份 原来是製造的 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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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V製造的 如果说价钱 可以一架 一架中国的殲10C 给三架 法国阵风 它一架打我们三架 原来是价钱 那没得 价钱 是他一个打我们三架 如果实战 我们一个打我们三架 那不就正 我看又没有到一架打三架 说出来顺口 还有的就是 也有一个可能我自己觉得 它很有可能 我们一定要作出最人性化 去想想他们的目的 埃及会不会透过我们中国的机队 还要直飞过来 对于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这件事很有威胁性 会不会拿我们来做筹码 对埃及这个国家没有太深理解 就是说 拿这件事在媒体层面上 金包 你卖给我们 我就跟中国买了 来到敲打美国 起码敲打美国 将现在的F-16的机队 升级为F-16V 也有可能 我也说 也不排除他想买部分的筹10C 甚至乎有些媒体已经益测到 他的目标不是筹10C 是我们来的隐形战斗机出口版的筹35 有这样说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远一点 应该就不太关系 最多应该是买筹10C 因为事实上性价比在 不过说实话 这个买武器 其实不单只是看性能价钱 其实绝大部分是涉及政治的 是的 买武器 最大的关联因素 并不是价钱和性能 而是政治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其实你看到埃及的机队和台散也很相似 它也有一些幻影2000的飞机 即什么都有 基本上跟台散是一样的 台散的主力也是F-16和幻影2000 它也是的 只不过埃及比台散多了几十架米格29 其实是八个联军 其实它是平衡战略 采取着一个 又有一些法式的装备 美式的装备 有一些前苏联的装备 如今来说 你想想 美国又不帮它升级 俄罗斯那边 就打俄乌 都没有空供应飞机给你了 它自己也要大量的生产能力 那全世界的买家买家的角度来看 只有一个可以帮到你的 就是中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析 那好了 讲完这件事之后 不如我们就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 还是要讲Intel 没所谓 你喜欢 一点点Intel 因为都长 那我们讲久一点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 这个英特尔很折墮 现在 怎样折墮 他说到自己是五十六年以来 经历最艰难的时刻 Intel五十六年来 折不折墮 我暂时未知 不过从它的股价 我已经觉得它很折墮 因为现在你 跌到可以再跌 是的 它斩半再斩半 现在我回看它 即是它的股价距离最高位 去年2023年 大概是十一月的时候最高的 是的 我记得就是 现在大概是二十二美元 左右 二十二美元左右 左右 上年呢 上年 十一月最高的时候 多少 我想是 应该是有 二十二四四 八十几 至少也有 你看看 是的 因为我没有炒美股 我不知道 但是凭我记忆 这么看而已 所以来说 现在的英特尔 真的折墮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 为什么明明 在美国炒到 行行行行的时间 英特尔反而 这么折墮 其实 昨天也好些了 再前一天只有十八元 哇 上年十二月就四十几元 四十几元 四十几元 即是二一年是最高的 六十四 是的 一定是公司在这个方向上出了大问题 你想想 由六十几美元跌到 对上两天 不是今天 对上两天 十八美元 不是斩半再斩半 另一个差不多名的对手 英伟达 是吧 NVIDIA 达到盘满半 的时候 为什么他就特别 妻孙和妻孙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很简单 一句话 也是 一指错 满盘皆落索 就算这么大的公司 都是这样的 那么 艾力清楚一点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英伟达 明明我们每部电脑都有去的芯片 为什么这样呢 现在 大部分的机 尤其是公司机 都是Intel机 其实事源要回到2005年开始讲起 想当年 其实如果 用开电脑的人都知道 Intel其实是霸主 和Windows一样 那个叫什么 OS system 就是Windows 硬件一定是Intel 一定是这样招 没有其他的 有Nexus 但是没有人会这样招 2005年 其实一切 就源于智能电话管理开始 Intel就好像想当年的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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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说什么 他就是 不懂自己将它转型 去智能电话那一步 他还以为是以前那些 按键电话 对 还以为按键 然后说 什么 很想念你 Just to say hi Just to say hi 没有 Just to say hi 这样 Intel其实都快了同一个错误 想当年 乔布斯 亲临Intel 就跟他说 他说 我接下来 就有一个大项目 我打算搞一部 叫iPhone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芯片 就是做iPhone里面的芯片 想当天 Intel就觉得 你乔布斯是什么人 学人弄电脑 那你也知道 苹果也是弄电脑 起家 一早 80年代 就被烟口打倒了 90年代 80年代 那些时间 就觉得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就一口拒绝 跟他说 我不做 这些不是大小阻摧 谁知道 就是因为这样的拒绝下 苹果就将这件事 叫高通 就是Snapdragon 可以帮忙 Snapdragon 也是近十多年才弄电 是弹起的 Snapdragon 就帮他做 结果 如果清楚电脑的话 其实他有两个架构的CPU 我们不要说 一个A 一个B Intel 一直是用A B 没有人用的 谁知道高通一做B 现在基本上 所有智能电话的制式 都是B 就是这样 他把这个架构挖起了 这样 Intel错失了智能电话一步 错失了第一个架架 就是当初 这个 喬布尔走去跟Intel 说 喂 三个草劳 电话加电脑 有没有想法 接着他说 不要想 不要做 我还没说 你又知道 你不想想 怎样才不能想 那就一口拒绝 我叫了你答答实实 不要常常乱惹 跟喬布尔说 你看 成功不容易 你也是回去 好了 就错失了这个智能电话 芯片的制造 黄金机会了 第二部的 衰什么呢 其实喬布尔虽然在智能电话时代 即智能电话时代 被Intel一口拒绝 但你也知道 苹果的 他那个 王国 不是现在只是电话 又是电脑 一体化 所以当年 苹果想再振兴 他的电脑的时候 他又去找Intel 就跟他说 喂 电话不对 电脑有什么想想 Intel又是这样 他说 喂 大哥 我要做 都不做你苹果 你苹果的电脑 都消失了 哪有玩 结果他又不做 令到 苹果自己弄芯片出来 自己弄芯片 有些似一种态度 就是 好像现在美国 制裁我们中国 这样 说不会供应先进的芯片 那我自己做 卫文其论 对 到做到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理 是的 说一说Intel是一间什么公司 那些人就以为他制造芯片 其实Intel是少有的一间公司 由设计量产 到卖出去 他一条龙 就是他有设计部 又有晶圆厂 他是什么都有的 晶圆厂也有 是的 那为什么现在 我们最近才知道 有晶圆厂 其实他一开始 他本身有晶圆厂的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 他好像一些架子 他在上 20年的时候 他的晶圆厂是最发达的 但是他很有性格 我只是 帮自己设计的高端晶片 才会用晶圆厂的 比如你有订单 我有个很漂亮的设计 好像苹果那样 我有个很漂亮的设计 你帮我做 不做 对不起 不受理 我只是帮你做晶圆厂 是不是真的请了一些架子 所以这样 做一些20纳米 就是比较大纳米 没什么技术那些 对了 细纳米那些 全部都是intel自己自家晶片 好不错 因为电话挂起 台积电又来 三星又分了饼 但是他们 如果台积电 他们代工 三星都代工 唯独是intel 鼻子生在天上 他就不同人代工 结果 那些人是不是经常笑我们 喂 你们现在内地 只做了7纳米 你知道intel做了多少纳米 去到2021年 他才做了10纳米 之前14纳米 2021年之前 intel cpu 多少代 i9 i成 全部都是 14纳米 只不过在那里延伸 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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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了10年 都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 那他为什么这样呢 就因为他之前 现在的CEO叫基辛格 前面还有三个CEO 第一个就笨 第二个就玩女人 第三个玩才技 基本上就没有帮公司增值 而他本身是一家真的 他无法公司 其实他有很多 最巨的 很厉害的工程师 现在都跑去台积电 都跑去三星 剩下一些废产 真的 譬如刚才你所说 在台积电挖起之前 最出名的代工厂 他自己也是一条龙做的 Intel 一条龙 他自己的生产线 都没有进步 即是不能生产一些 如现在台积电 那些小纳米的晶片 晶元厂 没有的 现在他就要求台积电 因为现在他新的那些 忘记了7纳米 5纳米 不太清楚 他自己生产不了 他现在给台积电 你帮他生产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即使 那些人经常说 中国没有能力 只懂设计晶片 又没有能力生产 这样说 你看美国一样都没有 都是要扔给台积电 对吧 台积电 我记得 就是报道台积电 如何和拜登在 玩你如我炸的时候 因为拜登逼了他 在美国开厂 那要请回美国工人 美国工人就是那些工会 就代他们去购买他们的 薪酬 代遇那些东西 搞到张忠谋就说 有没有搞错用这些人 工作工时又少 过我们台湾 就是我们 台湾因为都是我们 所以说 我现在站起张忠谋 第一身来说 他说工时又少 过台省平时的员工 然后价钱又贵 我们三倍 还要没有技术 然后工会说 怎会没有技术 这班全都是intel出来的 高级员工 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 绝对可以胜任得到 然后张忠谋说 胜任不了 就是不懂做 要我们教他 不如我们自己做 嗯 原因就是这样 对 其实以我看 intel 现在说到第二步 其实以我看 起码 他走错了四只棋 那我们说第三只棋 第三只棋 我相信 就是和我们最近 都经常听的 AI芯片 或者之前 他的前身 那些 显示卡 有关 GPU 他就没有做 看不起这一份的 是不是 这个intel 那有人就会说 都很聪明了 intel的另一个老对手 amd 以前 都是看不起 对不对 现在呢 你看回 他的折夺情况 绝对就没有intel 那么厉害 就是你看股价都知道 是 那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呢 这个鹰特尔 真的在这个显卡 或者在这个 AI芯片 是空白的 空白一片 他根本就不清楚 到这个时代的发展 只能够说 他有做的 他有想弄一些出来的 但是现在就是 你买CPU赠送那个 叫做内置显卡 是的 那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读一下显卡 或者那些 他完全没有染指过 嗯 那好了 我相信这三样东西呢 都足够 其实呢 都未至于去到这样的 最后一步 的死症呢 我自己认为呢 就是呢 在美国政府的影响底下呢 他不能够接很多中国的订单 是的 这个是玩完的 是的 就是前面那三样都够死的了 但是如果 他能够呢 供应芯片 你中国大陆的庞大需求的话呢 是的 其实没什么的 最多没有进步的 是的 未至于说 怎么都有钱赚的 是的 是的 压死他的 但是在美国政府这样来到干预下呢 他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呢 他不能够将大量的 这些这样的芯片提供给 我们中国的市场 外国订单 但是他不够台积电和三星渣 是的 就是简单说 损失了我们中国市场之后呢 就是成为了他 死症的最后 就是送他一程那一刻 所以现在他就说 想着分拆这个 代工 就是晶圆厂 分拆做另一间公司 就不想伤得那么金 依我看呢 如果intel报入这个 我相信是未死得的 但是呢 如果想肉火重生 或者想拿一些尊严 这样计算的话 都可以让你走一条路 就是怎么样呢 这条路 我呢 现在他要分拆 分拆他那间晶圆厂 就卖给我们 就是了 没错了 就是将intel旗下的一些业务 变成中国公司 是的 那从此呢 你就可以回生了 那当然啦 你那些CEO 或者那些老闆 都要考虑 不如搬来中国住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时间 你将部分的业务 变成中国公司 或者和中国这么有关联 你一定给美国国安招呼 是的 那你自己想吧 你想救回那间公司 还是呢 来到去 就是 就是 要作出选择 是 救你的只有中国 你将你的 虽然我们都不太看得起 现在这一刻来说 你将你部分 能够设计这个芯片 设计那部分 其实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理 的 华为设计芯片 一定比你更好 其实最需要是什么 是生产的那一刻 生产 可以买那个 亚斯木耳 的光刻机 是的 ASML 的意思是 即是将他们 Intel 他们Intel没有限制的 一定可以 美国公司 买美国的 荷兰 的 芯片机 一定可以 将你 Intel 的 那个 牌头 拿出来 买ASML 的光刻机 就摆在 不一定摆在中国境内 摆在这里 摆在我们的友好国家 什么都好 就来到生产 买给中国的芯片 中国设计 另开一个部门 帮中国代工 或者是 你弄出一条拉 那间晶圆厂 一定赚到盘盘盘盘盘 我们是晶片 需求大国 是的 没错 路就有 不知能不能走 好了 说到这些 我们一定要说 我们最近很火爆的游戏 先 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黑神话 这个黑神话 不空 说起这个影视娱乐 就是电子娱乐界 终于 出了 一个中国的产品 全中国制造 亦都是去了 这个国际的顶班水平 不是 有人说 那个 游戏引擎不是中国 所以不代表中国 这样 有人说 意思是其中有些部分 并非中国生产 所以当不是中国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各地很多 歌影视娱乐 影像 游戏都 不是他们 不是美国 不是日本 不是台生 不是韩国 因为我们中国专 代工 所有的代工 都是我们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 如果这样 C919 也不是中国 因为C919 也有四成的东西 不是中国 三成 四成 很少 很少 不是中国 是不是中国 就有人拗 但是 也不用拗 不过 有一个国家 就说 这件事肯定 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就是韩国 韩国 就说 现在 这个 以西游记背景 或者延伸 作出的 故事 其实西游记 也是韩国 这样说 西游记 的作者 是韩国人 西游记 里面所描述到的 例如唐僧 孙悟空 甚至朱八戒 这些 都是韩城 都是韩国人 告诉你 我们首先说 黑神画 悟空是什么 当然 很多人不打机 我也知道 我也不是很打机 新潮混观众 不需要当它是游戏机 你当它是一套电影 一套很长的电视剧 又或者当它是一些 叫做动画大作 这样的 就行了 你不需要有打机的 你听我们说 就知道什么一回事 是的 其实这个游戏 它的故事背景 就不是我们所认知的西游记 因为我们认知的西游记 就是 取西经 唐僧 大家都知道 不用解释 取完西经之后 然后就接受到上风 大家都功德圆满 对吧 去到那里就完了 大家要知道 就是完了之后 唐三藏成功取得西经 回去中土 孙悟空 就是去到最后 被封为战斗声伐 是的 这个就是西游记结束 就是这样 这个游戏其实 就等同于我们好像看电影 是西游记的续集 你当它是 或者后转 是的 不过没有月光宝盒 是的 没有那个波罗咪的 是的 是的 好了 这个是续作来的 是 它的故事大概是什么 故事它的背景就是 就是说到 在取完西经以后 过了这么多年 那么 孙悟空就接受封赏 功德圆满 接受了这个战斗圣佛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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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就说 若干年后 悟空呢 就想 叫做 高佬归田 当他退休 你当他 或者这么说 他依然很自我 他回到花果山 消灭发活 是的 他觉得有些官位 在他身上 不自在 是的 就说 想将这个 官位 放弃 这个佛位 战斗圣佛 这个是个封赏 是 将这个佛位 想放弃了 是 他想无官一身轻 因为 他做官的过程 天庭说 封他 其实就是要监视他 其实就是 找个位来 去 帮着他 对了 他很不开心 又思乡 所以想回去 是的 那么 这个 俗作的意思 就是说 悟空想放弃这些 然后就回去 怎料天庭那边 好像意识到 悟空的想法 又不相信 是的 又不相信他 因为他说真一句 他说 批斗圣佛给悟空 其实是唯有监视他 是 现在好像悟空发现了 不是 趁他回到花果山之后 天庭就看到时机 其实一早就想刺悟空 是的 排了二郎神 四大天王 那些人 就过去 就去捕他 就捕后 这个图字 为什么呢 在这里可以解释 是的 说给那批辩护律师 我告诉你 即时天庭就派出二郎神为首的天兵天将 再次来到大军压境花果山 就跟悟空讲授 就说你要跟我们回去 否则 我们就会将花果山铲平 这样说 毫子毫孙 毫子毫孙 是的 毫子毫孙 这样说 接着 其实故事的开端就是类似这样 是的 那 接着 孙悟空和二郎神 怎料二郎神 是站在孙悟空那边 就和他合演了一幕 都挺悲哀的 就是孙悟空 将自己了结了 接着 就 就 就 化成六件化气 是的 化成六件化气 就称为六根 这个续集就是说有只猴猴想将它复生 想如何集齐这六根 就变成六个重要的元素 只要集合它就可以将它复生 其实整个故事就是说一只孙悟空的后人 一只霸裤 就走回以前孙悟空去取西京的路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故事 它有我们中国特色 那现在 那些 西方那些玩家 玩完之后 看到有空有这个场景 有空有那个场景 就令到他们 很想知道西游记的原作究竟说什么 是的 而这些场景也是真的 是我们由丝绸之路那里 一条路过去天竹之前 那些很多我们的地方的文物 历史文物 历史古建筑都建在那里 在这个游戏里呈现出来 很多人就特意飞来中国 而我们中国本地的同胞 当然全部也去了内部旅行 那有行 旅行打卡 我们也去过很多 是的 你也看到很多 尤其是新疆那边 是的 因为那边 你知道第一关 我们去这游戏第一关去火焰山 我们也去了 我们也去过火焰山 感受过 然后沿途 例如那些 就是之前我们说过 沙车那些 其实他们也有这些场景 南疆有一个地方叫沙车 如果你跟我们有去过南疆 就知道 我们也去过 好了 之后 故事就大概是这样 你不需要玩那只游戏 因为不是那么多人 懂得玩 或者有空玩 但是不如说一下现在来说 在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 连刘歪 连这个鬼 鬼都玩得如痴如醉 是 在YouTube现在经常都看到 YouTube有个叫Shot 那些东西 我经常都记得 这个版本 其实就是 西游记 哪一集故事里面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西游记的背景 令他们想找回西游记的小说 让他们更加投入了解 是 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输出 是的 因为他们觉得 即是说外国人 他们想更加全神玩这个游戏 如果他们不知道西游记说什么 好像很没人 所以就走去看西游记是说什么 知道故事大概是说这些时间 他们会打机打得更加投入 其实现在来说 我们又要这么说 打机表面上当然也不是好 但是这个是一个形式上的分别 跟以前说 就是当假设 我们以前在没什么 那么多机打的时候 就可能喜欢看小说 其实现在等同于将小说游戏化了 以前只看而已 现在就可以玩了 其实就是 另一个体验 对 另一个体验 只不过时代不同了 只是延伸而已 我可以这样说 给一些不打机的人 这样了解 你说有没有对错 当然了 你以前看的小说多 都会影响你上班 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那么好的 对不对 就是有利有弊 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 今次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化输出 是中国的文化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因为它走对了形式 还有这个游戏也是一个所谓的大作品 就是我们看游戏 就是好像我们看游戏不用那么害怕 我知道很多人不打机 就会很害怕 什么来的 按错的按针都好像很紧张 但是我们很人性化地说这件事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部电影 就行了 当它一部电影 那你就知道 看电影的东西有大作有小作品 有大电影 当然那些所谓的小电影 就不是你想的那些 是低成本制作电影 是的 有大作有小作 这部是一部大作 是 我们这样看 是的 而这部大作 还要 我们可以这样去类比 直到本身这部电影不是荷里活电影 但是竟然蜂魔了全世界 不是荷里活的 他本身以为这部电影出来 应该只有十多万人去买来玩而已 主要还要是内地 谁知道一出已经二百多万人 还要主要是西方买的 是的 历时七年来打造 因为在国际经典大作的 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中国的作品 如今喜欢有中国的作品 而这个西方是拍案叫绝 这个日本那边 日本是动漫大国 那些人当然玩得如痴如醉 但是最重要 就是这段东西 令到台省那些发烧友 都拜伏 也都惊叹中国做到一弱 这个时候他们适应自己的中国人 台省那边 还骂绿营政府 就是蔡英文乃清德他们 我也说的 其实说真的 我看见这个 软性的文化输出的力量 我比看见军事输出的那一刻 因为我们经常说 要统一台省 或者这样说 那些黄友 什么时候他们会认早归宗 就是有好处 认早的时候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他立刻赢了 是的 我们的中国文化是这样的 是的 是的 台省那些年轻人都这样 是的 就是因为赖清德 蔡英文那边政府就是六营 六营就不断踩这个游戏 因为只要是中国製造他们都踩 也有他们的水军在网上 发布 踩这个游戏的言论 谁知道 被真的台省年轻人 就在网上攻击了六营政府 还有认知到那些是水军 骂回他们转头 说你们不要浪费 逢中必反 在这里 人家中国真的做到 一只这样的大作出来 惊叹全世界 不知多好玩 我也忍不住 玩了几晚 是的 你们台省六营政府 一天到一刻 只会拿着台积电出来说 是不是 除了这件事 说了几年做了些什么 就说他们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 又不见你做了一只这样的游戏 现在我只看 我自己也有一个游戏账户 是的 就叫Steam 那我就登入了在这里 我没有下载这只游戏 我现在只看有 几多个语言的版本 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二个 就是这个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 就是英 拉丁 就是西班牙 法文 意大利 葡萄牙文 就是葡萄牙文 就是巴西都有 有俄文 有韩文 有日文一定有 韩文 我们要做 波兰文也有 是的 韩 韩国人怎么说呢 我们就照说 主题就是韩国人说是自己的 是的 我们知道西游记的作者 叫吴承恩 由现代穿越到古代 是的 我们回到古代 吴承恩 他是西游记的作者 他是出生于哪里 看一下 淮安府 山羊园 即现今来说是哪里呢 就是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那这里 江苏省在哪里 江苏省在哪里 大家知道 浙江 杭州 蘇州 那些 那和韩国有什么关系 那和韩国有什么关系呢 那和韩国有什么关系呢 是没有关系的 简单说就是 那韩国又不是 韩国说呢 吴承恩 其实是组织韩国的 其实他是金城银 这样说 还说 这次中国是导用了 他们的韩国人 导用了他们的著作 还说到如果这款游戏 是由他们韩国人自己开发的话 肯定效果比中国更加好 肯定猴子有整个用 是的 因为他有个解释 因为吴成恩的组织是韩国 就是这样说 听完之后 我们当然得淡少 但有一个国家也看不过眼 什么国家呢 你指望外国人分不清 因为港政那些鬼 看我们一淡淡 看亚洲、东亚 我们都觉得是差不多 北京和东京 那些人 他们就不知道 这个国家 当然他也是受着我们 我们经常说 这个叫做汉字圈 或者中华文化圈 影响的一个国家 韩国这句话之后 他们都咬口无言 就说到 虽然 我们 知道 这个西游记 一定不是日本人发明 但肯定不是韩国人开发的 日本人这方面 真的厚度很多 说真的 他们也有借我们西游记 做一个龙珠 但人家说明 是真的 我喜欢中国文化 就是了三明 说明 我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我才画出来 就不止韩国 见你 喂 有位置入了 见你 很多人受欢迎 就跟别人说 其实不是他 是我的 是我的 我发明 根本大纜也扯不上 是的 只要他们喜欢 就认是自己 大哥 取西京 西游 南韩 南圈 他现在直接说 过了朝鲜才说 过了三八线才谈 当年唐僧 取完西京 回来后 也是回韩国 吃泡菜 西游拿些泡菜 只不过 是取道西安 即是长安 因为当年唐朝的首都长安 只不过是取道在那里 然后经过韩国 都挺远 大哥 这样也说得出 真的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 但是 起码作为 亚洲国家 这样算 即是 日本人都知道 哇 大哥 你说这么离谱的东西 那些日本人说 以我小时候的认知 虽然我对中国文化 不太了解 但是西游记 肯定是中国 即是他们就这样说 肯定不是韩国 都挺过分的 所以韩国 就真的是 那还有什么补充 关于这个 那我们中国的外交部 都庆幸 我们中国出到一个这样的文化输出的一个 你当它是一个影视大作 所以也都 也都有发言 也有发言 就是很高兴看到这样的音乐 也是一个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嗯 这只 西游记 将会揭起一阵中国风潮 世界各地都会 现在指盼就是 我们 中国会不会有另一只大作将会出来呢 相信以中国的速度 应该很快就会有的了 是的 那当然了 其实在西游记出了位之前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们 小时候 就玩那些三角的游戏最多 是的 其实我觉得已经出了 日本组 日本组就出了 但是 但是 因为那时候是他们先出 因为我们那时候 中国就 还是 比较落后一点 但是 如果我们来到去 自己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三角的游戏 又好像做到的声势 好像 现在悟空这个这样 就很厉害了 这样就很厉害了 那当然还有 例如是《水壶传》那些 《四大明珠》 其实现在讲游戏 我们有一个已经输出了很久的了 也都很 整个亚洲都有人玩的了 我现在都经常玩的 那是 刚刚开麦子之前我才玩完 是的 但是我们讲的大作不是手游 是的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输出 我现在玩的是国际版 主要有些什么人呢 又是日本 韩国 非洲国家都有 我现在就在那个游戏里面 我不说名了 快点买广告 我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国旗 比如我看到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国旗 是我队友的时候 我打完那批机 我就看一看 原来这里也有人 来玩我们中国的手游 没错 其实手游一组是打出去的 嗯 老实说 那当然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著作 不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著的 另外我自己觉得 都很有能够做的 现在其实呢 把武俠小说摆上去 其实都对的 除了四大名著之外 我们有很多网络小说 是的 现在都在输出的了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 你说什么出 出红楼梦 哪出到的 有些游戏 那些呢 可能是要日本人出的 可能会比较聪明的 是的 红楼梦正常的 四大名著 又另一只金字头 哎呀 金平梅 如果出了的时候 韩国又说是自己的 金字头 不是我 是的 到时 都不可以让他拍的 不过这些就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来到这里 留下下一集 都是我们礼拜一的十点三 应该是 嗯 来到和大家再见 那我们来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要呼吁一下 现在我们的 南疆十月 我们十月中的 金秋胡阳之旅 就只剩下三四个位 嗯 最多去到五个 没有的了 那么快点 来到报卖 因为呢 真的不能够肯定 在明天可能都没有了 嗯 那么快点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看完我 来到这个简介 你就很要决定了 你知道吗 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这就是这里的明星 旁血宝马 你怕不怕 通不通 哦 打疫苗 给马咬要打疫苗的 叫尖尖 尖尖 潘血宝马 就是贴心有美肌肉 放大跑步速度 非常的快 踢这个门呢 就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 让我们在这里吃的 它敲的东西 就是想我们给零食去 所以我们走过呢 它们会敲打那个门 也是有各种颜色的 有黑色的 还有奶白色的 你看看 这个人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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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的 这一匹马呢 就是我们眼圈的明星马 成龙骑过的马 就是明星马 成龙骑过的马 朱果 成龙骑过的马 哦 成龙骑过的马 哦 就是龙骑过的马 龙骑过的马 哦 成龙骑过这只马 成龙骑过的马 有个龙骑过的牌子 有个牌子 它的牌子都漏了 这是眼神寒血光马 那个第一匹马呢 它今年青年了 它今年四岁 今年才四岁 今年才四岁 今年刚成年 整方第一匹马 它是2020年的 你看就是青年 今年四岁了 它是2020年的 刚刚成年的马 你看它脸上的毛血润 非常的清晰 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吃东西 嘴巴不停做运动 你看它的血管 是很突出的 是的 是的 它现在的眼睛也是卡斯兰巴的眼睛 好 看一下这边先 这边都是 洗澡之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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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的地方 是的 这个里面现在在荒水 需要打扫打扫扫荡水 马冲凉的 这个地方 现在看最小的马 大家不要无解 这个不是马宝宝 这个不是马宝宝 这个是长不大的马 长不大的 这个不是马宝宝 这个是大人的马 这些是 这个体型小松明开 喜欢有人相处 就在我们圆圈 就要是给小朋友们记得 英国的贵族家庭呢 会把它们当成虫子养 相当于我们在家 养狗 养毛一样的 你看这里 摄特兰马 别看我长得小 我可能比你老 好 这个马都成年了 然后里面那个 毛绒绒 那个屁股后面有一匹马 那个毛绒绒 那个后面那一匹马 那个就是马宝宝了 那个就是它 大人 大人是这么大的 都是 你看她的眼睛 那个蓝褒是一样 蓝褒眼睛的 这些马呢 非常喜欢与人相处 喜欢与人相处 很夜情 你看 那些马又多搭 如果搭 里面最大的 十六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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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岁 是的 反正都已经成年了 中年了 各位我们看一下这幅画 这幅画呢 称为 弯马奔腾图 当时我们董事长 去伊利昭苏县的时候 组织了周围的几万匹马 在扫园上奔炮 随机上拍摄的这一幕晶头 是一个真实的画面 真的有那么多麻 那么多麻 整万匹马奔腾 你看那匹马 肌肉发达 透血清高 我也是高高聚起来的 那些人在这儿 骑下汗血保马 马的健身防龙跑步机 我们就是把马放到这个里面之后 然后这些牌子 这些王会拍子他走 给马场直去运动 给马场直去运动 有一个马 自动转的 然后他要是不走的话 这些牌子会拍子他走 拍子他的屁股走 给马场直去运动 马的防护机 强迫跑步 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园区里 以及全谢提心最大的马 法国的配二是马 可以小心 要小心 现在看全园区最大的马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先 这一匹马就是我们园区里 以及全谢提心最小的马 它的名字叫 这是最小的马 它后面是最大的马 这一匹马和那一匹马是搭档 这是银果的射塔兰 这是银果的射塔兰 这是银果的夏尔马 这两匹马每次都是一起出来表演的 它比较挑剔一些 我们也是把这两匹马放到一块 它就尝试了 他吃富他 是的 它比较挑剔一些 哦 这只小马虾也大 这么小的 Lucky 这只最小的马 这是最大的马 这只最小 这只最大 是的 夏尔马就是我们园区里去全新 是最大的品种 你看它的 很松啊 它的样子 这个马的脾气相当温序一些 你看它的毛也特别长 它们就是有自己的发型 造型的 它是蟹刘海 蟹刘海 那个小艾马也是蟹刘海 它两个发型也是一样的 有多钟啊 它的身高可以高达两米 提寸可以超过一吨 一吨重啊 大佬 它动都不动哦 现在 它好像快要想做东西 随时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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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只大只 你看 真的恐怖 好 我们继续 这一匹马 这一匹马呢 这一匹马呢 来自于比利市的布拉班特嘛 他昨天两岁了 但还是个马宝宝 今天马宝宝的情绪这么大嘛 还是宝宝 是的 马宝宝 以前呢 我们这里有一匹马 名字叫大将军 那匹马的身高高达两米 提寸超过一吨 比这一匹马还大 它呢 去年就是骨折去世了 这个就是它的孩子 哦 这是它的孩子 是的 哦 汉血宝马和霞尔马 撈血的 这就是 这些都是汉血宝马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对 这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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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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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年二十多岁了 你看到 他这年二十多岁了 你看到 他这年二十多岁了 他比你大 还是你比太大 蛤 他比你大 还是你比太大 他比我大 哎哟 他比我大 他比他大 这只马 比他大 2001年的 马 也成为干活的 以前 前站着时期主要是拉导弹的 哎哟 完全 咬人的 这个 会咬人的 走远点 走远点 整身都是东西 往前 上包台 上包台 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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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目结束之前 就由我哥仔来亲自介绍一下 新潮文 将来在 10月13日至10月24日 所交到的 为期十二天 非常有特色的 金秋胡羊木 南疆之旅 他的行程重点究竟是如何呢 首先由于今次是 我们把握着 南疆短暂的秋季 这十几天里面 才可以看到 这么漂亮的金秋胡羊 胡羊树是中国山漠里面 独有的一个物种 其他地方的山漠 你是不会发现到 会有胡羊树的蹤影 如果要数到胡羊树最多的地方 就要数到我们全中国最大的 塔克拉玛干山漠 趁影着的塔里木河旁边 就会有最多的这些 山漠胡羊的蹤影 我们只可以在 10月中至11月这段时间 才可以看到 胡羊木 开到全片金色的景象 所以这个行程 绝对是季节限定 其他日子是看不到的 第一日的行程 我们就会由香港出发 然后坐直航机 直接去到新疆首府 乌鲁木齐 经过一晚的整顿之后 我们就会正式出发 为了争取时间 省回长距离的车程 我们特意安排到内陆基 直接去到南疆的阿克蘇地区 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回 两天的车程 就可以直接到达南疆 在第二天就能够 开始去到参观南疆的景点 第二天我们就会 乌鲁木齐 从乌鲁木齐 去到阿克蘇 之后就会参观 非常著名的温宿大峡谷 温宿托木耳大峡谷 是天山美学价值最高的 红层峡谷 是具有到中国独有的 巨型岩溶舌地质的秘境 以及是罕见的 软古古岩岩的地质 的一个绝境地方 绝对配得上 堪称为新疆依然存活的 地质演变市的博物馆 就会活生生在我们面前呈现 在这里 乌鲁两旁 相当之高 拍照拍片 相当之美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 第三天的行程 第三天的行程 我们就会来到阿克蘇博物馆 在这里其中一个卖点就是 将原本已经被破坏得七七八八 位于父车院的克资尔石窟的 本来完整风貌 就会在阿克蘇博物馆里面 还原到2000年前的模样 单凭这一点 就已经很值得我们去到欣赏了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阿拉尔的山漠之门 来到感受一下全世界最大的流动山漠 塔克拉玛干山漠 去到感受一下山漠风光的壮丽 以及是消杀 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玩到很多新兴的山漠项目 亦都可以在这个山漠里面打卡 拍照 今时今日的中国山漠 绝对再不是一个普普通通 一望无际的沙丘 那么简单 之后我们也会参观到 阿拉尔市的359女团肯纪念馆 来到见识一下 由无到有 本身阿拉尔市是不存在的 因为原本这里是塔克拉玛干山漠的其中一个部分 全靠在60年代我们新疆建设兵团 来到南疆的时间 就靠着人手 以及不屈不撓的斗志 竟然可以单凭银力 来将山漠变成绿洲 再将绿洲变成今时今日的 现代化城市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段历史 就会在这个纪念馆里面 表览得一览无遗 然后经过一晚的休息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第四天 我们就会去到 位于阿克蘇地区的阿拉尔 去到穿越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动山漠 也是我们全中国最大的山漠 塔克拉玛干山漠 从前要穿越塔克拉玛干山漠 几乎是无可能的任务 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了一条 即使连美国都认为是世界奇迹 全世界最长贯穿流动山漠的超级公路 塔克拉玛干山漠公路 就已经建成了 这条公路也曾经获得 一件历史世界纪录 难度是完全超越著名的美国一号公路 当这条山漠公路 穿越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 世界第二大流动山漠 进入到这个山漠中心的时候 最后我们坐车的感觉 都好像坐船一样 仿佛两旁的茫茫沙海 就好像大海一样 那种气势宏伟 是绝非不能形容 一样震懾人心的 在我们穿越了山漠以后 就会正式来到和田 而在这个时间 我们也会看到 随着我们越往南行 南疆特有的民族特色色彩 就会来得更加浓厚 第一站来到和田 我们就会来到 非常有民族特色的约特干故城 和田在古代来说 是属于西域36国的淤田古国 若特干故城其实就是淤田古国的都城 也是唐代安西都护府里面的 安西四镇之一 淤田古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 一个属国王朝 后来它就因为位于战火 所以我们在近年2020年的时间 就在此地重建了若特干故城 重建以后就可以让游客 重新体现古丝绸之路 位于淤田的繁华盛世 感受一下 这个在沙海已经演出了 上千年的古淤田文化的艺术美力 当然来到这里 也要欣赏非常有特色的 若特干古城歌舞表演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八天的行程 去到另一个城市沙车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五天的行程 就会由和田市去到沙车园 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参观到 今次行程的其中一个重点 宅普金湖阳公园 千万不要被公园这个字握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在园区里面有高达 面积2000万平方米 这么大的地方 这个自然保护区 它的远处就是有 曼山之祖之称的昆仑山 作为我们的背景 然后脚下就是古老的叶耳江河 它的支流奔藤不息 就是因为这里由昆仑山流下来的河水 就滋养着这一大片 这么漂亮的金秋湖阳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特色 山沫、锅碧、加上河流 再加上一大片的金秋湖阳 然后再有美丽的昆仑山 这个雪山作为背景 再加上一片的蓝天 五围一体就可以看到这个金秋 只有中国才能找到的自然风貌 必定是南疆 其中一个最独特的画面 然后我们也会去到旁边 同样都是很有特色的阿满尼沙汉陵 再欣赏了很有名的十二穆卡姆 这种维吾尔族的民间古典音乐 整套音乐年和汉陵本身 都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当地一个 近乎是不会有旅行团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沙车的苏碧大巴扎 巴扎的意思就是市场 在这个大巴扎中 我们能够充分看到当地居民的生活 在这里几乎是没有任何游客的足跡 就让大家能够亲亲感受一下 当地居民平时所买到吃到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六天的行程 就会前往南疆最大的城市 黑十 正所谓没有来过黑十 就不要说自己来过新疆 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 来到这里我们就会参观非常著名的 艾提加以清真寺 这个建于明代1442年的清真寺 是现时来说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 相当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族风格 以及伊斯兰宗教的色彩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黑十的迹人街 在这里会集了上百个手工的工作坊 也是南疆乃至整个中亚地区 精艺手工品的集中地 之后经过一晚的休息之后 就会进入到第七天 就会去到位于黑十南边的帕米尔 帕米尔这里古称就为冲领 是蓝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去阿富汗 或者是和我们非常友好的巴基斯坦的话 帕米尔是必经之地 帕米尔也是五大山物 也就是喜马拉雅山 坤伦山 卡拉坤伦山 天山 以及兴都库十山 等五大山物的会集地 在这里有上千条冰川 雪峰宏伟壮观的观景 当然我们也要去到帕米尔高原的 第一道风景线 布伦口白沙湖 在这里我们已经能感受到 和我们之前所见到的大莫风情 已经有明显的分别 如果我们再看旁边的 客拉库勒湖的话 就一定能感受到 这一个 位于7546米冰山之下的 冰熔冰漬湖 你就能感受到 在不出国的情形下 都能够 看到比瑞士更加壮丽的风光 然后来到第八天 我们就会从客厂市 乘坐我们舒服的 二加一旅游巴 就会去到巴楚苑 来这里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去到我们今次的旅程 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 之前我们就在 沙车院那里 看完很漂亮的湖羊林 但其实湖羊都分两种 一种就是山漠的湖羊 另一种就是 滋生在湿地的湖羊 今次我们就会来到巴楚苑 来见识一下湿地湖羊 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就会去到 红海湖羊林这一片湿地 习湖羽河流草原湿地 歌迫于一身 这个景区 数以古老的文明 山漠的绿洲 壮礼的景色 而出名 每年都吸引着很多的游客 成为了南疆一个 不可多得的原生态湖羊林基地 316万亩的原始森林湖羊景 是世界年片面积最大的天然湖羊林 也是新疆湖羊林里面 最出名的其中一片 每年十月 这里的湖羊都会蓄势待发 将它们全年最美的风光 就会在这个时间一次过赞放出来 300多万某的金色湖羊 在天空之下闪闪生辉 对称着一片蓝天 这幅图画想起来都觉得它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九日 来到这里 我们就会参观非常著名的黑十角尔老城 这里是国家的5A级景区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迷宫式城区 当然还有它的老城墙 所有建筑物已经有过百年的历史 这里也是之前央视春晚新疆区里面的拍摄背景 来到这里 大家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为什么黑十又名东方阿富汗 很多已经被战火摧毁的中东建筑 当导演想拍摄相关题材的戏的时候 其实也是来到这里取景 当然我们也会去到很出名的香飞园 据说香飞园就是因为当时乾隆皇帝的爱妃 是葬在这里的关系而得名 然后来到第十天的行程 我们就会由南疆的黑十市 乘回内陆航班 回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继续我们的行程 搭车由南疆黑十回到乌鲁木齐就要几天 但是我们如果肯花钱的话 乘搭内陆航班就会省下这几天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到多些时间 去玩尽这十二天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乌鲁木齐很著名的 新疆古生太原汉血宝马基地 汉血宝马大家就听得多 究竟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有汉血宝马 答案就是不单止有 在这里还有形形色色不同的汉血宝马 来到这里 为什么汉血宝马要称呼为汉血 当你看过之后 就会找到当中的答案 作为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名区 汉血宝马去优美的形态 以及是敏捷的身手 真是绝对能够称得上 马中之王的这个称号 难怪汉血宝马去的身价 曾经在拍卖会上面 是可以高达1600万美元 折合我们港币 是达到1亿2800万 足够我们买20台法拉里有余 而来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见识到 纯种的汉血宝马 一度它的神秘风采 而不单止是这样 除了汉血宝马这些珍贵的马匹之外 在园里面还养着 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马 而当中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庞大 体重最重的夏尔马 这种类型的马 它站立起来的时间 肩膊位置已经超过2米高 整个人走过去就仿余好像缩细了一样 当时我见到的时间都吓了一跳 整个马它的体重是可以超过1吨 而且在园里面除了马匹以外 还有大量珍贵的奇珍二宝 也都同样地给到一个理由 我们值得花时间在这里留久一点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我们就会去到乌鲁木齐附近的天山天池风景区 天山天池风景区作为国家重点的5A及景区 以及世界的自然遗产 在这里绝对有 不会输给其他新疆 其余风景区的葬礼景色 然后作为旅程的尾声 当然我们就要来到非常著名的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 来作为最后的血拼 买多些手信 带回香港 大巴扎在新疆维吾尔语里面 也就是解造大市场 顾名思义 这里就是汇集着全新疆 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商品 是旅游人来到新疆必去的景点 然后经过这么多日精彩的旅程 我们就会来到第十二日 乘坐直航的飞机 就回到香港 作为今次旅程的完结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今次我们的行程 是会包送一张 舊玩全程十二天的电话数据卡 就让大家在旅途里面 都可以畅通无阻地上网 再加上也有一些老人家的优惠 以及我们特意为大家 来到精心安排到的 俗称飞机以旅游大巴的 这些豪华巴士 都会提供给大家 去舒适玩尽新疆的这十二天旅程 大家对这个旅程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联络潘小姐去报名 以及查询行程的细节 以及是价钱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 加852-6828-7447 联络这个WhatsApp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和我隔仔玩尽这十二天的 新疆之旅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 再次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新潮民的频道 新潮民2.0的频道 以及在订阅的同时 记得按旁边的铃铛 再按全部 才为之是完成整个订阅的流程 这样你才可以收到 我们最新的影片和直播通知 那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拜拜 粉丝 这些产品 也无论 下巴 坐这些 对 由来 继续 试问